太歲,太歲是甚麼呢? 相傳來說,每一年都有一年的太歲 每一個申請都有機會犯那個年太歲 但每一個人來說,它是一個叫本命太歲 我帶你們來看 到底在太歲的地方有六十個甲子的太歲 每一個人的年份都不相同 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年出生都有一個叫本命太歲 這個本命太歲是保護自己的一生人 在跳動來說,每一年都由太歲當席 它叫做歲太歲 通常人先叫蝕太歲 但你知不知道蝕太歲之外 還有一個可以叫本命太歲 甚麼叫本命太歲 現在我們會看到 在本命太歲裏頭 我們會說的一件事 以前說到當這一年 太歲星君在地下 同等會有一個叫太歲出現 但這個太歲就像星君 它就可能是一團肉的相傳 這個太歲神的化身 就是在當地那個地方同等遷移 所以有些人說 太歲當地坐在那個地方不能動土 太歲不能夠動土 其實這句說話就是我都來的 為甚麼呢 因為這個意思是說 那個地方是不能夠動 不是多惡呢 所以說太歲星君之後 我們就看看 地下的太歲 天上的太歲 看到地下的太歲 甚麼是地下的太歲 我們現在走出來 你會看到有很多 為甚麼 白色是甚麼 這些都叫做太歲 古傳太歲神的化身 是過億年的 但真是很難去見到 亦都很難去掘到 但它亦都有個名字叫玉靈芝 我們一會兒再介紹這件事 我先帶你們去看看 一個地方有多少這些太歲 不同形狀 它們超過千萬年 有些過億年的 大家的形狀也有相同 看出來 一會兒有形態 有些就像一屯肉 大家的形狀也不同 只是挖出來的時候 應該是怎樣 大家看到太歲神的化身 到底是怎樣 不只拿來供奉 還有一件事 它有一個名字 就叫做玉靈芝 因為是中國古典的語學 以後也有講很多 我會找找這位專家 讓他講一聽玉靈芝 有甚麼作用 請問一下 好的 她的別名叫肉靈芝 顧名思義 肉靈芝 戳上去有點像我的肚皮一樣 所以想肉靈芝 那麼大家在歸後也都看到了 千姿百態 形象各意的肉靈芝 其實已經差不多將近萬萬年了 也有很多是將近一億年了 那麼這個太歲的肉靈芝 大家都看到 它泡在每一個缸裡頭 那麼這個山泉水 和這個太歲肉靈芝的代謝物 相交流半年以上 會產生一種物質 而這種物質呢 就叫做專業術語 叫做碧莫奎麟昆 我們醫學界的數目呢 把它叫做免疫之王 它是提供給我們人體的這個超能量的 而且呢 也是起到一個免疫作用 來修復我們的細胞的 所以說 尤其是我們現在針對於高端養生 以及正在做治療和幫發療的病人 還有很多是舒服康復的一些康療能源 都可以使用我們提取的這個重要的核心肉靈芝呢 每個人都可以用 每個人都可以用 就是我們現在壓健康的人群呢 還有正在做放花療的 以及舒服康復 吃了以後呢 大家都會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感覺 因為呢 它不是藥品 它也不是保健品 嚴格的講呢 它是帶有一定的功能性的康癢真品